交点主题15 现行函数 括号1 坐标平面揽住函数y等于f的所有点坐标sy所形成的图形就是函数f的图形 括号2 若函数f的图形通过点ab 则fa等于b 我们看一下左下方 这是y等于f的图形 当s等于a的时候 其对应的函数值是f of a 而这个函数图形又通过点ab 所以f of a等于b 接着我们来看括号3 形如y等于b或f of x等于b的函数 我们称为常数函数 它的图形是一条水平直线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这里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无论s的值是多少 其对应的函数值都是b 这就是常数函数 这就是常数函数 也就是一条水平直线 括号4 设 a不等于0 形如y等于as加b或f of x等于as加b的函数 我们称为一次函数 图形是一条斜直线 当a大于0的时候 图形由左往右上升 当a小于0的时候 图形由左往右下降 我们来看这里 当a大于0的时候 y等于as加b是一个由左往右上升的图形 当a小于0的时候 y等于as加b的图形是由左往右下降的一个图形 老师讲解15 若y等于f of x的弹数图形 是以通过1 1 2 3 2点的直线 是求f of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f of x的函数图形通过1 1 2 3 2点的直线 这两个点连成的直线是一条斜直线 所以f of x是一个一次函数 我们用这个方式来做假设 设 f of x等于as加b 因为f of x通过1 1 2 3 2个点 所以f of x等于1 f of x等于3 由f of x等于1 我把这个1带入as加b 得到a加b等于1 我们把这个当作第一个式子 由f of x等于3 我们把这里的2带入as加b 得到2a加b等于3 这个式子当作第二个式子 我们把这两个式子相减 第二个式子减掉第一个式子 得到a等于2 a等于2我们把它带入第一个式子 得到2加b等于1 因此b等于1 由a等于2b等于1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函数 f of x等于2s减1 而这个题目要求的是 f of x等于1 这个负1我们带入2s减1 所以得到2乘以负1 减1等于负3 减1等于负1 减1等于负1 减1等于负1